嗨,大家好,我是Rose,石金霞 今天呢,我们谈谈 我们谈谈的大尾巴 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 这个未来五年 这个热词 这个大家怎么也没有想到 突然未来五年这四个字呢 竟然成为热词 这个首先呢,是大家看到 蔡奇在中国共产党北京市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 做了这个党代会的报告 然后呢,说 北京将坚持不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是吧,这个标题 然后呢,正文就说 未来五年 北京将坚持不懈 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毫不动摇的坚持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 和动态清零总方针 压实四方责任 落实四早要求 采取快速灵活科学精准的综合防控措施 打好疫情防控主动账 就不都读了 然后好多人呢,都说 哎呀,看到这个未来五年之后 一下子心情就不好了 实化了等等等等 那我说 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啊 你们不应该感到高兴啊 人家才是未来五年嘛 是吧 那,然后就 我当时看到这个之后 我就觉得不对呀 怎么可能未来五年呢 这个未来五年,这不是 这不就习大大认输了吗 是吧 而且呢,你想一想 之前那个 永久性方舱 是吧 已经建设了 就是可以供使用50年的 永久性的方舱啊 是吧 你怎么可能未来五年呢 你这,你这个 这动态清零 这应该要成为基本国策呀 是吧 这么好的政策 是吧 不坚持50年不动摇 100年不动摇 是吧 不向天再要500年 怎么能未来五年呢 我就觉得不对 这,这有问题 一,甚至我一度都怀疑 是不是之前说这个 这个习下礼上要成真的呢 是吧 但是我想是不会的 我想这里边一定有什么问题啊 哎 后来就发现了啊 这个北京日报的啊 这个北京日报社的社长赵敬云 哎 然后呢 他以北京日报社社长的身份啊 成清了啊 然后他说 我以北京市日报社啊 北京日报社社长的身份成清 欢迎啊 大家传播 那我们就得给他传播一下啊 他说 这个我可以权威说明一下 未来五年四个字 确实是报告里没有的啊 就是蔡奇的报告里 没有说未来五年 坚持这个动态清零政策不动摇 没有说未来五年啊 是啊 赵经营说 是我们的记者物加的 为什么会物加呢 说来可笑 因为要抢时效 他们拆解了报告重点 预先做了模板 未来五年要干这个 要干那个 一段一段套进去 于是呢 就把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 也套进去了 没过脑子 结果连起来一读 就出了笑话 这确实是媒体层面的操作失误 说我们的人欠专业也可以 总之希望大家不要再以讹传讹 放大这个失误了 哎 这就清晰了 是吧 这是 这真的是一个失误啊 但是这个失误 并不是像大家所理解的 那样的 那个失误 所以大家说 哦 原来 原来这个 不是说要坚持五年啊 这个动态清零政策 这就要结束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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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万不要那么幼稚啊 有的人说 不对 石老师 连那个胡锡进啊 胡叼盘都说了 说这个 这个 这个未来五年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动态清零 这个政策呢 这就 就不会再继续下去了 放心 您也不要听胡叼盘的 你要听石老师的 我告诉你啊 未来五年 这绝对是呢 是出了个错 这就是这样出了个错 就是蔡奇也好 是上海的李强也好 是吧 他们都不会 他们也都不敢说 未来五年 这个疫情防控政策 五年之后就结束 他们不敢的 这个疫情防控的这个政策 这么好的清零政策啊 这个坚持清零政策 不动摇啊 常态化疫情防控 是吧 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总策略 动态清零的总方针 四方责任 四早要求 是吧 四应四尽 是吧 哎呀 这样的可以严格的 进行联防联控协调机制 是吧 然后各种应急处置机制 全面的提升流调转运 隔离管控各个环节处置的质量和效率 露头就打 以快至快 坚决阻断 这么好的政策 这么好的政策 可以把全国十四亿人 乃至全世界几十亿人 都给你控制住 只要跟中国站边 这个动态清零 不动摇的政策 就给你控制死死的 这么好的政策 绝对是要立为基本国策的呀 你知道 怎么可能说 只坚持五年 五十年都不够 你知道吗 这个一定要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 就靠这一招了 是吧 这一招呢 一定是 有多久 他们能存在多久 就要变本升级的 要坚持多久 所以啊 你不要看到那个 这个说北京日报社的社长都澄清了 胡锡进也重新解读了 是吧 啊 我们这一块石头落了地了 我们放心了 是吧 不会再坚持五年了 对 不会再坚持五年 五十年 一百年 五百年 只要红色江山不动摇 如此有效的政策 就不会动摇 这就是这样啊 我觉得大家不要抱任何幻想啊 我一直都是在说 不要抱幻想 不要抱幻想 为什么不要抱幻想 因为你只有面对 这个真实 你才能够有勇气在真实之中生活下去 你才能够知道 你清晰的知道 你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如果你总是有幻想啊 你总是靠幻觉 幻觉是没有办法支撑你去活下去的 没有办法支撑你有尊严的活下去的 没有办法给你这个去做出你的应有的决断 去迈出你进入的旷野 去让你自己的身体 去让你自己的身体出埃及 当然了最最重要的其实是你的灵命出埃及 你如果总是生活在幻想里 你就出不了埃及 所以不要怪我打碎你们的这个幻觉啊 我是爱你们 我爱你们 所以我才要唤醒你们 这个好多人都说 施老师你不要再劝人信主了 你也不要再劝人这个润了 是吧 你劝人信主啊 你就是把那个什么 把珍珠呢丢在这个猪狗面前 他们不吃珍珠 不要珍珠还要反过来咬你 然后呢 你劝人润呢 是吧 你这个 如果一个人能醒 他早就醒了 如果他要润 他早就坚定了 不 还是要坚持 为什么呢 因为 作为一个基督徒 是吧 就是最大的 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 最大的 最大的一个 一个使命呢 就是爱人如己 那既然要爱人如己 我知道 福音是好的 我知道 出埃及是正确的选择 我就要告诉大家 但是我告诉大家 我只是提这个建议 您愿意采纳就采纳 是吧 不愿意采纳呢 我相信您肯定也有您的这个做出这样的选择的理由 是吧 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是每个人自己的 是具体的 去真实的 是真实的 我的建议您要采纳了 那也不要感谢我 就如果你采纳了发现 哎是对的 你也不要感谢我 因为那是你的选择 你只是参考了我的建议 我的建议 如果你没有采纳 啊 然后呢 这个 你的生活过的呢 非常糟糕 啊 那么 那么你也不要自责 因为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在做出那个选择的时候 你其实已经评估了 你知道生活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同样我的建议 如果你采纳了 最后生活过的不如你想的那么好 你也不要怨我 因为我只是建议 我并没有拿刀拿枪逼着你去这样做 是吧 做出选择的还是你自己 所以承担后果还是要你自己去承担 啊 所以我所有的观念 观点啊 建议都是仅供参考 啊 无论怎样呢 我的初衷就是我爱人如己 我把我认为啊 真实的好的分享给大家 啊 无论怎样 祝福大家 啊 嗯 那么欢迎大家呢 点赞 转发 哈哈 推荐我的油管 让更多的人啊 能够呢 啊 和我一起每天读圣经 啊 然后我们从 这个 圣经的信仰的角度啊 我们来这个 呃 解读 每天发生在我们身上 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些事情 是吧 呃 你会发现 哎 这好是要是一个 呃 非常与众不同的角度 是不是 呃